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鸭掌木 我们在养鸭掌木的时候 要想把鸭掌木来养得更壮 枝反叶茂的 我们就一定要把它的根系养状了才行 只有根系养状了 这个鸭掌木的它吸收营养的速度就会变快 然后呢,长势就会更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上阿斯品林这个药片 阿斯品林里面含有的水羊酸呢 它可以促进植物细胞分裂 从而促进了植物生根 把根系养状了 那么鸭掌木啊,它就长得更好了 我们只需要将一粒阿斯品林 放在了大概500毫升的这个清水里面呢 给它稀释之后 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一般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 浇灌一次就能够满足这个鸭掌木的需求了 等到它的根系养状了 我们就要给它开始补肥 让它呢,长了枝反叶茂 长出更多的新枝新叶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试一点复合肥 复合肥里面含有的蛋链钾元素呢 都特别的丰富 我们只需要将这个复合肥呢 对水稀释 也是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 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是在休眠期的时候呢 就最好不要施肥 等到过了休眠期呢 我们再正常施肥就可以了 所以想要让鸭掌木养得好 就要先把它的根系养好了 然后呢,再补充足够的蛋链钾肥 这样呢,鸭掌木的长势才会更好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